Meta自家的AI住所终于要在8月份上线 亏得三岸虽然涨时景气的美国和加拿大地区 但也确实是意义重大 一来当其他公司还在探索AI怎么落地时 Meta这边就用两款中断意见产品搭载了AI功能 一手呢开源拉玛大模型 另一手则是两款真正在售的平民消费级硬件 Meta今年能够成为美股无脑掌七姐妹之一 不是没有道理的 得益于AI赋能原本小众的Meta雷鹏智能眼睛二代 今年销量大爆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当初第一代推出时一年半时间卖了30万台 相当于一年卖个20万台左右 而第二代直接半年销量达到了100万副眼镜 吊打了数码垃圾R1和AI pin 如果不考虑基础 这个前后两代的销量方倍倍数 已经超过了当年Quest 2之余Quest 1代 最重要的是这个销量之下口碑也非常之好 届时Quest 3跟Meta雷鹏智能眼睛二代一样 AI助手能够根据摄像头获取的现实画面给你做一些问答 刚好这两款产品分别是3D和2D画面 对于双法训练来说 Meta这里又是独一党的优势 不过考虑要Quest 3的重量 正常用户也不会把它带出街 所以Quest 3的AI助手功能除了常规的奇问奇答 也需要一些应用落地 这里我们就要看Meta会不会在未来支持AI接口的调用 而就在前不久的Meta黑客松开发竞赛上有这么个关于做菜烹饪的获奖应用 就完美的在M2模式下绕过摄像头全线获取的限制 并结合了AI手势追踪和语音功能跑通的流程 虽然VST设备目前透视参数有限 并不能真正的拿来做菜 但这个应用依然非常的具有启发性 接下来我就根据开发者给出的影视视频给大家解说一下 好那我们打开这个做菜应用之后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 右边这个就是语音转文字 你直接告诉这个应用你有什么样的食材让它生成菜谱 那左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结合AI 虽然Quest不能获取摄像头的权限 但是开发者另辟吸进的选择了截图调用 利用AI的话等于就是你自己不用一个个慢慢的去报这个食材 它可以直接看到你有哪些食材 然后再根据食材的搭配 它会生成几个可以制作的一些菜谱 然后你自己再去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左边这个选项 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演示 确认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弹出一个操作说明 它是告诉一些不知道的朋友 如何利用这个快速手柄快速的进行截图的操作 进行下一步 然后你就看到你的画面里面出现了一个取景框 然后确认你所要拍摄的食材 刚好囊括在这个取景框里面才行 现在这个开发者呢是打开了这个冰箱 他还特意把这个底层这个抽屉给拉开 然后尽量多的把所有的食材都给它拍摄进去 通过快捷键进行截图 它这里如果你是戴着头衔 你是可以看到一个提示框的 那我们这边录屏是录不出来这个效果 不过没有关系 当你截图生成之后 我们回到刚刚这个菜单这边 它就会生成这个截图 并告诉我们是否要选择这个图 来生成这个AI的菜谱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选项确认即可 那接下来我们就只要耐心等待 AI给我们生成这个菜谱就行了 它生成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做一个选项 信息要素也是比较齐全的 直接一个比较可口的一个美食分面 下面是它的一个介绍说明 同时这时候会生成一个AI助手的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自由的把它放大缩小 并把它放在空间的一个任意位置 这意味着我们在做菜的这个间隙时间里 可以随时跟它做一些问答交流 然后就是这个开发者也很聪明 他在手势操作的方面 选择了这种挥手即可以放页的一个方式 这是快速它的那个手势中FDK里面就有了 但是很少有开发者去运用到这个操作手势 这个咱们的开发者一个起发 就是你所有的按钮并不需要做的那么小 或者一定要你直接去碰它 完全可以做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图片式的 然后用手来挥动去进行一个翻页 这样的话你捏合选中的时候也会比较的直观 然后我们确认一个菜品 可以看到它现在分成了两个文字窗口 一个是完整的这个做菜步骤 还有一个是分步骤的一个文字小框 这个应用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些界面 都是可以自由移动和放置的 那比如说这个小窗口 因为它是要一步一步指引我的嘛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和这个具体的食材摆在一起 这样我可以边做边看 挖着一点的这个做菜步骤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提前预览看它一眼了 正常时候只需要关注那个小的步骤式的引导就行了 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AI助手放到我们的身前 这样可以更直观的去跟它做一些互动 接下来这个开发者给我们演示了 如何跟它进行一个语音交互 它语音交互的按钮放在了这个手掌菜单 这样就不会在我们常规手放下来进行做菜的时候产生一个误触 如果你是做菜的新手嘛 那你可能有很多细节可能是自己不清楚的 你就可以直接问这个AI助手 比如说这个菜要煮多久 然后我这个菜跟这个菜混合在一起可不可以 这些都是你可以自己去评论的 那这个AI它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帮你召唤出一个倒计时工具 你只需要直接跟它说 我想要一个几分钟几分钟的一个倒计时器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 它生成之后你只需要把你的左手拿起来 像看手表一样这样一翻 它在你的脚臂的下方就会生成一个倒计时器 这个倒计时器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拾取出来 放在你到时候要煮的这个锅炉上面 这样你就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 你的这个东西它要准备多久 而且这个倒计时这个AI助手可以让你生成非常多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发者其实已经把这个流程跑得非常的往上 比起那些非常科幻的AR的那种做菜概念视频 其实这个应用它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照顾到了 而且非常的实在和落地 希望通过未来科技硬件的慢慢发展 我们真的能够在有朝一日 实实在在的用上这样一个AI加MR的一个应用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IA成熟 像陪着VIA成熟Lonimia轴圈 如果你也是对X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闪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那我打开 我们下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